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8月21日星期六早上的天氣節目 我是林鶴賢 受到高溫反氣旋所影響 本來今天的天氣應該是不錯的 但是天氣酷熱 最高的氣溫上到34度 大家出街的時候 記得多喝點水 今早一早在維港望吹 看到雖然有些比較低的積雲 但是主要來說 都是藍天白雲 天氣是一流的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在尖沙咀天文台總部 6到28度低溫 而在新界北部 散熱比較快 在打鼓嶺今早只有24度 如果看遠一點 看到雷大影像方面 香港附近有些著雨產生 故此我們預計在今早早 香港會有局部地區性的著雨 一齊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香港在這裏 看到其他整個華南沿岸地區 運動不算很多 但是如果看遠一點 在西太平洋上 有一個大的雲團 這個雲團是跟熱帶風暴 奧默斯有關的 我們預計奧默斯將會採取西北方向移動 大致上是移向台灣以東海域 對我們是沒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回到香港 我們預計未來的幾天 依然是受到公反氣船所影響 故此未來的幾天天氣 都是大致天情為主 最新的溫度預報是香港附近 未來的幾天都是見到一些橙紅色 甚至是紫紅色的地方 即是天氣是比較熱的 至於今天的詳細預測會是這樣的 大致天情 但是早上各部地區有趙雨 日間是酷熱 最高氣溫上到34度 風會是吹輕微智和喚的西南風 來提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 故此天氣是酷熱的 大家出街時記住喝多點水 神防中暑 而今日最高的展外線指數去到12 強度是屬於極高 出街的朋友亦都要注意防曬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未來的幾天 天氣會持續酷熱 大致天情的天氣 直至去到下週中期 才會有些趙雨 似乎今日的天氣 會是相當之不錯 大家不妨出去走一走 舒展一下身心 好了 這節的天氣講到這裏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